单拍摄相机的参数设置每次录 先把这个视频看完 掌握8个参数的快速设置技巧 第一个参数是快门速度 拨动相机快门旁边的拨轮 就可以设置快门速度的数值 这个数值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三类 第一类是高速快门几千分之一秒 大几百分之一秒就是高速快门 高速快门主要用来拍摄运动的物体 比如说我这边用1600分之一秒快门速度 拍摄这个摇跃的物体 摇动的物体 就可以把它的运动瞬间定格清楚 第二类快门速度叫做安全快门 大概是八十分之一秒到两百分之一秒之间是安全快门 这个区间的快门速度主要用来拍摄静止的物体 比如说这个物体不动 我们使用160分之一秒拍摄它 就能够把这个物体定格清楚 第三类快门速度是慢速快门 几十分之一秒 几秒钟就是慢速快门 慢速快门主要用来记录物体移动的轨迹 快门速度主要用来掌控照片物体的凝固效果 记住三个分类就能够快速上手 更多场景的快门速度 新手参照这张表完成设置 第二个参数是光圈细数 波动波轮设置这个数值 最低可以设置为2.8 最高可以设置为22 数值越低光圈越大 大光圈数值越高光圈越小 小光圈 小光圈拍摄出来的照片背景也很清晰 大光圈拍摄出来的照片背景变得很模糊 那如果你想要拍摄人物的特写或者花朵的特写 就使用大光圈 F值越低越好 如果你想要拍摄合影 班级合影 就使用小光圈 16以上的光圈来进行拍摄 所有同学都是清晰的 更多的场景参照这样表 第三个参数感光度ISO 波动后波轮设置感光度数值 最低可以设置为100 最高可以设置为51200 相机的型号不一样 这个参数的上限值不一样 这个参数可以分为两类 低感光度 几百的感光度就是低感光度 低感光度拍出来照片画质更好 画面更干净 高感光度更适合环境光线不够好的情况下 高感光度拍出来照片噪点更多 画质更不好 边缘不锐利 每一个场景都有起始感光度设置值 新手可以参照这张表完成设置 第四个参数 曝光补偿参数 波动速控波轮就可以设置 分为两类 左侧负值区域负补偿 右侧正值区域正补偿 负补偿照片变暗 正补偿照片变量 注意了 这一个参数只有在自动档位下才能生效 第五个参数 对焦区域模式参数 这个分为三类 跟踪对焦 人脸识别跟踪对焦 点对焦 后面的区域对焦 跟踪对焦 人脸识别 画面中如果有人脸 办案快门 这个人脸移动 对焦框会跟着移动 越是新的相机 人脸识别跟踪对焦 它的技术越成熟越好用 所以新手如果你还没有买相机 可以考虑新设备 让你解放对焦的压力 有人脸 直接打开人脸对焦就可以拍摄 对焦区域模式的第二个分类 是这两个单点和定点 对应的是画面中的一个小框 对焦框 这个框需要我们手动摇动这个摇杆 改变它的对焦位置 它对着谁 办案快门 那个物体就会变得最清晰 改变它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焦点位置 改变主体的清晰程度 第三个分类是后面的区域对焦 对应的是一个框 这个框 摇动摇杆 可以改变对焦框的位置 框选好位置后 相机会在这个框里面自己选择一个物体 作为主体进行拍摄 一般它会选择更靠近相机的物体 来完成对焦拍摄 注意 区域对焦有可能导致你的对焦 主体模糊或者混乱不清 所以建议新手练习一律使用点对焦 或者人脸示威对焦来完成拍摄 第六个参数 对焦模式参数 由镜头上面的这一个按钮控制 MF对应的是手动对焦 你需要旋转镜头上的对焦环 眼睛观察屏幕 直到主体变清晰为止 为对焦成功 按下块门拍摄完成 第二种对焦模式 AF自动对焦 波动选择波盘 转到AF 相机自动对焦实现 要结合对焦区域模式 共同完成 选择定点对焦 把这个对焦点定位点放到主体上 然后半块门相机会立即把对焦 平面放到主体上 目的会变清晰 拍摄完成 第七个参数 驱动模式参数 这个参数控制的是 你每一次按下块门 相机是单拍还是连拍 分为两类单拍 高速连拍 低速连拍 都是连拍 单张拍摄 每次按下块门 相机只拍一张照片 连拍 每次按下块门不松手 它会一直保持拍摄 第八个参数 白平的参数 这个参数只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色温值高于5000K的 一类是色温值低于5000K的 所有呈黄色调的 都是色温值高于5000K的 所有呈蓝色调的 都是色温值低于5000K的 建议大家选择这个参数 自定义设置色温值来完成设置 只要你的色温值高于5000K 画面就会偏黄 色温值低于5000K 画面就会偏蓝 这是点比较多 建议大家先收藏保存 如果你记不住 把这张图保存下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